中醫的臟腑與西醫提到的器官大有不同 它代表身體的功能單位 以腎為例 中醫認為腎主骨身隨 不只與生殖和內分泌系統有關 也和人體的動能有關聯 其實腎源不足的概念來講 就是你身體的動能不足 但我們身體的動能不足 很容易造成代謝機能障礙 所以才會產生一些高血脂 高血壓甚至血糖的問題 通常我們到更年期之後 我們的一個身體的機能會慢慢往下降 那這時候就是我們中醫所謂的腎虛 那有時候因為工作的壓力 或者是我們睡眠不好 造成我們身體的機能的一個衰退 它會容易有疲勞或是怕冷 腰膝酸軟 或是容易在性行為上面來講的話 有一些功能障礙的一個情況 甚至產生不孕的情形 這我們都歸類為腎虛體質 腎虛又分成腎陰虛、腎陽虛及腎氣虛 而年長者的腎虛成因 多半也與年輕患者不同 年輕人的腎虛會著重在於 處理情緒的調節 我們其實中醫有所謂一句話叫做 甘腎同源 但是甘是主情志、主疏瀉 所以當甘氣欲結的時候 就會造成腎氣虛虛 那如果說是老人腎虛的話 其實相對來講比較單純 就是直接用溫補的方式來補腎 那有可能是它是腎陰虛或是腎陽虛 那這個判別來講的話 其實腎陰虛的部分 它容易會有口乾舌燥的一個情形 比較常見的是更年期後的婦女 它容易有潮熱、稻汗、心肌 那如果是腎陽虛的話 就比較說上年紀的中老年的男性 他比較容易怕冷、容易胃寒 而且小便容易平素 那這時候所謂的腎陽虛 它可能會伴隨著色物腺肥大 中醫認為黑色入腎 飲食上可攝取如黑豆、黑木耳 或核手烏等黑色食物來補充腎氣 此外周宗翰醫師提到 慢跑是很好的養生運動 不適合慢跑的族群 也可以透過在水中加入鹽來泡腳 達到溫通腎筋的功效 黑河健康科盛會賴欣平台北報導 暫時期待會 有趣的 暫時期待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